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仔细地搜吧 冒犯之处还请海涵 搜 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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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躲在马车里呢 我是一路找过来的才知道你在怡红院 快坐下 好 你受苦了 能找到小姐 吃再多的苦也都是值得的 春枣 好 妹妹 外面来了好多内航场的人 内航场 好 春枣 你先在这儿安顿下来别乱跑 我一有时间就过来看你 嗯 你也要小心啊 嗯 嗯 咱们走吧 公公 什么都没搜到 那就 对不住了 本公公公压根就不相信你李大人会有叛逆之嫌 回去之后 一定要严查 传谣之人 刘公公秉公办事 这没什么 李大人这把古琴 这把琴是有人所赠 摆在这里附庸风雅之意而已啊 公公见笑了 是苏三姑娘所赠吧 刘公公消息可真是灵通啊 啊 公公还听说 苏三姑娘很是仰慕李大人 苏三却是一个不寻常的女子 多彩之女啊 哎 公公野慕 技嘉封月 哼哼 公公只是喜好音律罢了 那我们倒是趣味相投啊 啊 李大人 这把古琴很别致啊 不知李大人是否可以忍痛歌爱啊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刘公公喜欢 那就拿去吧 只不过是一把琴 不必客气 啊 嗯 李大人如此慷慨 公公就不客气了 这行 在 告辞了 刘公公慢走 是 老爷 他们到底在折腾些什么呀 投石问路 敲山震虎 那刘瑾为何把你把琴拿去 没什么 就是一把琴而已 俊宇 大人 有何吩咐 你立刻去见韩大人 约他在新德茶楼见面 是 是 公公 琴劈开了 里面什么都没有 嗯 李东阳 你敢耍我 禀大人 韩大人到了 好 拜见大人 快请坐 刘瑾 你 要不敢 又要不敢 看 你 绝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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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我 至少也得一万两 好 我会去凑凑 随后让军雨给你送去 好 黎大人 苏姑娘把东西交给你了 这回我才知道 这个刘锦啊 盯得我有多么的紧 十回以后 苏姑娘在师会上 落了一把琴 那东西藏在琴里 琴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苏姑娘这招 真是很聪明啊 要不然 这次非捅大娄子不可 东西在她手上 也一定很危险 是啊是啊 我也这么想啊 看现在的情形 离这儿最安全 所以 说服苏姑娘 把东西交给你 苏姑娘现在对我一心很重 我想啊 他不会把东西给我的 这你放心 我叫军雨陪你去 减少他对你的疑心 感谢大人 对士气如此信任 不过我在想 这东西现在 未必在苏姑娘手上 你的意思是 已经转移了 在下认为 东西应该转移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还是先救苏姑娘 脱离一红院吧 嗯 就这么办 先把她救出来 妹妹啊 你要吃点东西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好妹妹 你也别为之事闹心 你说这些院里 这种事还不是常事啊 就是 那些男人的山盟海誓呀 全都是些虚情假意 傻妹妹你怎么能 信以为真呢 本以为这个王庆龙啊 与众不同 你看 大头来 还不是跟那些人一样 翠星 怎么了 半来就是嘛 公子啊 你这么从早到晚 都不吃饭 这可怎么得了啊 我不吃 哎公子 公子 你可不能这么任性啊 放我出去 公子 你万万不可 放我出去 你现在就是出去 那也是死啊 陈伯 你就让我借一眼苏姑娘吧 我躲在这儿 她还以为我欺骗她呢 妹妹你发句话 我现在立马去找 那个父亲郎 看我不淹了她才怪呢 姐姐们 我知道你们为我好 不过我没事 真的没事 哎呀妹妹 我们怎么能不担心你呢 翠香说得对 在这妓院里 大家都是逢场作戏 妹妹 你是明白人 应该趁早释怀才是 否则只有伤了自己 我相信锦龙 绝不是那种虚情假意之人 他一定会回来的 他现在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不会吧妹妹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为他担心 妹妹你是不是糊涂了 少爷 韩大人来了 锦龙 韩世奇 你在搞什么鬼 锦龙我告诉你 城里到处在通缉你 你真的不能进城了 我的事 用不着你管 我说锦龙啊 不要意气用事 苏三姑娘的事情 交给我去办 你熟人的一万两银子 我正在凑 如果明天上午能凑齐 我就去怡洪院 把苏姑娘给你熟出来 晚上 我再带她出城 你们俩就能团聚了 你不想要 你说的是真的 我骗你干吗 你要是不相信 让王城跟我一块去 是啊公子 要不是韩大人 恐怕现在 你已经在 留紧的大牢里了 城伯 咱们还有多少银子 都拿给韩大人 好 我这就去办 太好了 这下王兄大人得救了 张公公叮嘱 要赶快送送王公子 否则在这里 会惹出大麻烦呢 好 你回去告诉张公公 我马上就安排 王公子出城 是 那 我这就回去了 张公公还等我禀报呢 好 阿玉公公 慢走 靳云 韩大人 李大人又凑了 两千两银子 太好了 加上我和锦龙的 足够用了 韩大人 李大人吩咐 此事一定要抓紧 以免发生什么变故 你回去告诉你家大人 明天一大早 我就去怡鸿院 输出苏姑娘 好 韩大人 告辞 慢走 喝 喝 喝 今天难得这么高兴 我算算敬你们二位 好好好 来 来 来 哥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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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那你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快坐 接着哥接着哥 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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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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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呢 来 我们回去了 都 批闫 太过了 미姐ni 你喜欢咋 来 老娘我来陪你咋 没事 走了啊 没事没事 来来来来 别走 但是我 少了 不要别走 你要这样 跟我刚刚刚 走啊 我们苏三姑娘 她喝多了 不能再喝了 快来 姜姐姐陪你喝 就是我陪你喝 我陪你喝 我陪你喝 你喝的 大姐 大姐 我给你倒啊 我们一起喝 一起喝 来来来 好 老人 刘芝莲找到了 回公公 那个胖子还算赌士 是他找到的 那他人呢 正在刑房审问 他都招了什么 公公 我原以为 他就是一个下软淡的猪 可这次他就像 换了一个人一样 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是吗 那就给他来软的 沈大爷 有日子不见了 这些日子 怎么就没了音信呢 最近啊 我回了一趟山西 那生意上很多事 把我馋得是 焦头烂额呀 是吗 那这次回来 就不走了吧 这就很难说了 不过我打算 在这住几天 好啊好啊 这位公子是 这是我们家的二弟 申明 妈妈见过他 妈妈 是贵人多忘事啊 我该死我该死 爷真是一表人才啊 怎么 两位申爷 是来看望我们苏三姑娘的 妈妈 苏姑娘见得可好啊 哎呀 哎呀 好什么啊 让人家给耍了 耍了 耍了 谁把他耍了 哎呦 这个 该日再跟你们细说吧 呃 苏姑娘在屋子里呢 她刚才喝多了 醉得不成样子 妈妈 那你带我去见见 好 来 萨儿啊 萨儿 来来来 快起来 有人来看你了 快起来 起来 除了王公子 我谁都不见 妈妈 这苏三姑娘 怎么回事啊 苏姑娘 我刚来京城 就专程来看你了 王公子 走 走 走 静龙 静龙 走走 哎 女儿她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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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孩子 你醒醒 是生马公子和生儿公子 啊 哎 咱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哎 在你眼里 我只不过是个 俯琴卖笑的女子 大夫 你怎么会看得上我呢 哎呀 哎 别别 既然这样 我今天就陪你喝酒 我们喝个一醉方休 好不好 不不不 萨儿 萨儿 把酒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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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儿 不能再喝了 你再喝下去小明都不要了 啊 好好坐着 妈妈 妈妈 苏姑娘她是怎么了 一言难尽哪 盛公子 来 坐下 坐下 嗯 坐下 你怎么现在这个 苏姑娘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怎么 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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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儿啊 萨儿 不要离开我 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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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离开我 她是仙大公子 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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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沈公子 这 金龙他不会离开我的 金龙他一定不会离开我的 行了 他不会离开我的 他不会离开我的 沈大公子 今天这事 我可能要对不起你了 三姑娘一时半会也醒不了 他不会离开我的 要不你赶紧再来吧 不会离开我的 妈妈 老年费劲 多几宿姑娘熬汤醒酒 我改变再过来探望 多谢啊 我替三姑娘谢谢你了 走好啊 走好 不会离开我的 不会 李东阳虽然清高速手 也挡不住苏三的那份美色 公公有所不知 这苏三生得实在是太美了 就连张大人 就连张大人都对他垂涎三尺 是 季恒 在 北宵 我要去怡洪院 亲自拜访一下 这位传说中的苏三姑娘 是 苏姑娘平日就这样吗 你没听妈妈说 她被人耍了 肯定遇到什么痛苦的事了 一个官员的后代 竟然落到如此的价场 真让人难过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大哥 我有分寸 二爷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里的姑娘迎来送往 每天啊 都得应酬客人 苏三 她毕竟是个记者 不如你胡说 是 苏三姑娘和她们不一样 那我就去找那个王公子 说清楚 哎呀 好妹妹呀 你老老实实待在这儿 就是帮玉姐最大的忙了 哎呀 干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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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将 哎 公公 您慢点 三姐 什么 怎么是 如果 还解释给他们 你 好 蓝宫 咱们 有 真的 大头 干什么 你这是 这怎么了 怎么了 你是 你是 刘公公 大胆 刘公公在此 还不给我跪下 不知道刘公公到了 小人肃怀有罪 有罪啊 背起来 快快快 快点 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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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出院 出院 姐姐 我们走吧 苏姑娘 请留步 今日 久仰苏姑娘的艳名 只是 无缘相见 本公公今天是慕名而来 只是想亲耳聆听苏姑娘 美妙的琴声 不知苏姑娘 肯否赏脸于公公 对不起 本姑娘今日累了 恕难奉陪 站住 公公要听你谈曲 你就得坐下谈 我说我累了 大人难道没听见吗 一个烟花女子 也敢抗命 女儿啊 让你谈 你就谈吗 知道这是谁吗 这是刘公公 他那么赏识你 你就谈一句 谈一句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刘瑾复处 朝廷难安哪 我可以 我 老员 老奴陪你来了 DNS 来人哪 来人哪 苏三 公公在此还不行大礼 快 快顾一下呀 快 公公 你说如今这个世道 还有什么礼数可言 如果真按礼数的话 我现在能留在这儿 已经是万分客气了 大胆 休得无礼 苏姑娘不但才艺超群 而且胆破破人 本公公今天是来怡红院 就是想亲眼目睹 苏姑娘的风姿 公公我也算是风雅之人 可否为公公谈上一曲 这有何难 怎样 住 réng 我 是 这个 呃 我 等一下 看见那个人没有 他是王雄家的管家 把他给我叫上马车来 好 快去吧 喵 太喵了 区区小技 只为谋生罢了 听说不少人不惜重金 都未必能够听到 苏姑娘的琴声 本公公今天到怡红院 就是来请苏姑娘 到府上弹琴 可否啊 刘公公 难道没听说过吗 苏三从来不外出刺客 本公公的话 也不行吗 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 我苏三都一视同仁 哎呀 别人家可以不去 可刘公公家是一定要去的 刘公公 怎么您今天来是要破了苏三的规矩啊 苏三 反了你不成 我看你是想找死 可刘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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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怡洪苑所有的姑娘 都得陪着你一块儿死 女儿 你要知道 本宫的话就是大明的法 想必姑娘早有耳闻吧 公公 公公 女儿年少不知 你就饶了她 退下 这是刘剑的罪证 你一定想办法把它保管好 然后见到刘剑大人 一定要交到她的手里 从你 接触到这密函开始 你的性命 恐怕就不属于你自己的了 就是你师弟 现在 你要去找她 找到她 你们俩要互相地照顾 我把复仇的希望 全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好 我跟你走 聪明 要知道这由不得你 解恒 在 把苏姑娘弹的琴给公公带上 往连离虎 是 三妹 姐姐还记得我说过要出远门吗 你 女儿 子儿 子儿 我的女儿 女儿 我的钱 我的钱下了 老鹏 我的钱下了 命好紧的 命好紧啊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万不要告诉王公子 这样 好 听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问你见到苏姑娘了吗 见到了 见到了 她跟你们说什么了 公子 苏姑娘她一时脱开身 闭嘴 公子 韩大人让我们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啊 我不听这些 我只想知道 苏姑娘跟你们说什么了 她什么时候来见我 呃 苏姑娘她有事 韩大人就让我们先回来了 韩大人 韩大人 我是怎么嘱咐你们的 我看韩世奇她就没安好心 公子啊 你不要冤枉了韩大人 她对你可是一番诚心呢 她刚才说了 她托自己的朋友 已经把老爷救出剑业了 是真的 是真的 她说得真真切切 她还说京城一天也不能待了 安排我们明天一早离开 苏姑娘没来 我们怎么走啊 公子 你就放心吧 韩大人明天会安排苏姑娘出城 和我们见面的 韩世奇不是玩什么话招吧 公子 你不要多虑 你应该相信韩大人 她救了老爷的性命 这就足以证明 她是一个狭肝义胆的人哪 你把苏姑娘的事交给她去办 一百个放心才是 大奸若衷 她能够投靠刘警 还能做出这种天大的好事来 真是废弃 公子啊 我明白了 韩大人哪 她是恰恰相反 我看她是大中四奸 你就听她的吧 我不管 我见不着苏姑娘 我就不走 公子 少爷 公子 少爷 你说这些 为什么被苏姑娘带走了呀 他到底是什么 这真的明白 苏姑娘给带走了 哎呀 这是为什么 这超人的老爷来啊 出什么事了 有事了 他们怎么来了 沈大爷 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们家三姑娘 他这一抓呀 我们怡红愿救他了 我这生意都完了 好 请二位当家的放心 我大哥呢 会想尽一切办法救赎苏姑娘的 好多谢 谢谢 谢谢 不过眼下还摸不清头脑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啊 沈大爷 这俗话说得好 路遥指马力日久见人心啊 往日你对我们三妹可是一片失情 如今三妹遭了难 这人情是薄是厚啊 立根尽影呢 是啊 沈大爷 这您可不能袖手旁观呢 哎呀 你们两个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人家沈大爷 沈二爷 就是看在老乡的情分上 专程来商量救人办法的嘛 闭嘴 别胡说了啊 二位姐姐 我身红但凡有一百分的力气 绝不会是九十分的 这还差不多 谢谢 请问妈妈 聪僧姑娘临行前 有没有向你交代什么 那眼事情如此突然能有何交代啊 是啊 三妹走的时候 什么也没来得及书 看来解铃还去系铃人哪 真没想到刘锦这么快就过去了 一定是有人卸了命 可不可以 这出了命 那他吃了命 那他把人租光了 你把人租光了 不可以 我自己搭桑 这儿 你把人租光了 你把人租光了 因此 阿姨 他希望你去看 你赟贴 他要去看 不就 他还是让你去看 要求他 还会到年sting 不乎 他允许 也为力奏效 你有什么好办法 依我之见 这次想救周玉姐出来 咱们得惊动皇上 惊动皇上 对 这样 我们先找张勇谈一谈 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们再想一个 周全的办法 可是 周玉姐现在在刘锦手上 他的安危是在让人担心的 刘锦现在 要查的是密函的下落 我想 他不会 轻易对周玉姐下毒手 只要周玉姐能够坚持住 他的性命 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李大人 我不这么认为 刘锦是心狠手辣 如果他得不到密函 狗急跳墙的话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是啊 所以 我们要抢先一步 申大官人 你不是一直在躲着咱家吗 你怎么终于露面了 公公 您这话说中了 我身红就是吃了豹子胆 也不敢对您避而不见 这些日子 山西那边的生意不好 开矿的事又进行不下去了 这些事 保稿得焦头烂合 上次见到公公以后 我就回山西了 听这话 好像你这矿井开不下去了 才想到公公这儿 这件事还望公公能够帮忙周旋 本公公帮不了你 本公公曾经帮了不少人 有几个念公公好的 都是些过河 都是些过河拆桥的主 公公 您这就错怪我了 我身红可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这次来京城 就是向公公赴京请罪的 和河拆桥的事 嘍 你可不是 你去找一下 你不开心 和我在 我们看 有一个人 说 好像 你也行 我 看 你 是 你 你 你 来 你 我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 就请回吧 公公 听说苏三被您抓起来了 一个烟花女子 抓了就抓了吧 值得你这么大惊小快的 你找我就为这事 张公公 你说对了 士奇专程来 就是求张公公办这件事的 救出苏三 怎么 苏三的事你也想管 公公可能不知道吧 申红早想替苏三属身从良 这次来京城 也有这个意思 你是想替苏三属身 说来话长 申红早就有 妻室了 可惜婚配多年 原配疲势不能生男与女 所以我想那个小妾 好传承足卖香火 传承香火 多好的理由 恐怕你不止这一个理由吧 这是一万两银子 这本来是熟苏三用 现在也没用了 公公 就麻烦就麻烦您 四处帮忙打电一下 我让 别费心了 这事我办不了 张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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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你这么看着我也照样办不了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